大家好,欢迎回到NHK广东话军事频道节目《军武器言》,你的节目主持Larry 这是《军武晚报》,早晚三节尽量多些军事资讯给大家 这一节讲到乌克兰,大家经常看海马斯 近期海马斯攻击俄罗斯的弹药库,攻击14个地方 亦有更多弹药库,例如今天有2个弹药库被攻击 这是一个削弱俄罗斯前线火炮的威力很妙的绝招 打击俄罗斯的炮弹库存力量,令他们的优势慢慢消失 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的人力和装备的跪伐会显然露出 但怎样算也好,我们讲到你攻击人的时候 其实俄罗斯每日都有攻击到乌克兰不同的大城市 尤其是在乌南地区,我们在战报都经常提及 例如我们讲到尼古拉耶夫,或者努德萨,甚至乎现在有其他地方 在乌克兰,扎波罗尔,帝列伯罗都开始受到攻击 甚至乎连文尼策在中部城市也开始受到攻击 难保一日攻击大量攻击几乎不出奇 哈尔科夫也很可能成为之后的严重攻击目标 所以对乌克兰来说,他除了攻击需要有力量去反攻 其实他也要有一个很坚实的盾,防御着他们被俄罗斯一些导弹 我们无论说炮弹或导弹的空袭都需要有坚实的防御力量去抵抗 但乌克兰的防御力量,老实说,用前苏联的武器真的力有不抵 而且用量上也不足够 究竟防御力量应该需要如何处理呢? 早前美国亦宣布提供四套NASM 这个由ARM120,一个空对空的飞弹改装 成为了地对空飞弹的拦截力量 但只有四套 四套来说,去应付哈兰这么大的国土和这么多人口 其实都是欠得不足够 所以现在似乎美国的议员也加速了 现在国防部长奥斯丁想他们更快提供防御力量 交给乌克兰手上 交给他们手上用到防飞弹去拦截固然是最好的 亦有很多不同的选择可以即时给乌克兰 我们说到之前的租借条约 其实亦都呼吁了美国这边包括国务院或国防部长 他们可以去决定有什么武器 只要适合就能够尽快提交 其实连这个审批权都基本上都放下了 即是说国会议员就不会像以往 我们说国防部长奥斯丁想外国销售案 是要逐一批的 其实国会也不需要了 所以我们说到的议员也挺心急的 究竟我们说到现在美国可不可以加快加速 向乌克兰的防空力量大大增强 如果我们说用一些很大的系统 可能是困难 但是会不会有些即食的系统 今天跟大家谈谈谈 我说到开始之前 大家记得帮忙按like 因为你按like会帮我们手 包括一些页本频道 推荐的节目等等 所以需要大家帮忙 另外也可以按钟按钓 第一时间收到我们节目的通知 说起这个新闻 其实也有几个美国的参议员 加上有6个 包括来自阿拉斯加的Dan Sullivan 来自伊尼诺州的Tammy Duckworth 来自于墨西西比的Roger Vigar 来自于康涅迪格州的Richard Blumenthal 来自俄亥俄州的Robert Portman 以及南卡罗罗纳州的Lindsay Granum 总共有6位参议员 他们一起写信 被国防部长奥斯丁 以及另一位重量级人物 参谋长联席博尔主席Mark Milley 他们一起说可不可以再送给乌克兰的东西 再加快 主要根据乌克兰的补充勃款法案 之前批准 便可以国防部和国务院决定 有什么可以加速给乌克兰 当中援助包括M777、155毫米 即是榴弹炮、M777、榴弹 一些中远程房系统 例如NASMS HIMAS 高机毒火箭炮系统 一些装甲运冰车 MA13 或者更大更好的无人机系统 这个暂时未能看到 之前有派到Switch Blade 300 Switch Blade 600 甚至有派到凤凰幽灵 但它们都属于自杀式和小型的无人机系统 大型的未见 例如MQ1C、MQ9 暂时未见中影 另外米17直升机 亦会提供给乌克兰的情况 但我们看到有没有更加帮助 例如扎连斯基、国防部长、武装部队总司令 他们的说法是 现在乌克兰的防空力量不足够 当然他们已经放弃了 现在建设的一个空中禁区 例如禁飞区 其实已经没有再提及了 但为什么禁飞区 又不代表他们不需要 辅助他们的空中防围 因为他们真的 一日二十四小时 都是面对对方的轰炸 我们说到俄罗斯 因为他们本身是一个军事的大国 他们的轰炸机 真的不少 当中最有名的 就是三部战略轰炸机 包括图160M 这架是白天鹅 或者我们叫海盗旗 这架真的很少在战争上出现 因为真的太矜贵 但另外两种 我们说图95 和图22M3 比较多的战场上出现 他们的头扎 通常都是非精准的炸弹为主 所以面对他们的轰炸 往往都会有大量的乌克兰平民死伤 就是我们看到文尼策 最近又兼加了一些死伤者 最新的数字到五位死亡 由之前的三位升到五位 大家看到每一天都有乌克兰平民 是因为俄罗斯这些无差别的攻击炮火 导致他们死亡 这些人数必定会上升 以及随着这个战争升级 其实一直一直打下去 如果打到明年 打到不知可能是几年 大家就要将这些人数 以倍数几倍 甚至乎可能要乘上100倍 去看到乌克兰人民的伤亡 所以我绝对相信 以这些参议员来看 他们知道生命的成我贵 怎可能整天就手旁观 明明帮到手 你就是不理他们 所以他们建议 是需要放一些防空武器 交到给他们手上 除了我们说 在很开组之前 就派出刺针防空飞弹 给他们击落直升机 甚至乎一些简单攻击机 例如苏24、苏25 又或者打低苏34等等之外 其实需要更重武装 以及更全天候的装备 帮助他们 在他们之前 其实英国已经派出了 Stormy过风车 这个装甲车 再配上星光防飞弹 其实某程度上 都能帮到乌克兰 做点防空的处理 你说美国本身是否没有呢? 又不可以这么说 因为美国本身自己 亦都有一个系统 我们叫做复仇者系统 这个复仇者系统 你可见到 都是用很多不同的载具 例如你可以用 Bradley的底盘 即是我们说 Bradley这种战车 又或者你可以考虑 放在海马上 我们在Humber上面 上面有一个发射桶 四飞做一套 可以放两个桶 然后可以向天 进行攻击的情况 当然它会有召射的雷达 所以它们能够对准着空中的目标 作出攻击 严格来说 这个复仇者联盟 我们叫Avengers 它本身提供一些 机动性给仿艺统 它也算是一个短程的仿艺统 不算是一个免的防御 但也能提供到一定程度上的防御 起码都能够保护到一些重要的军事资产 甚至乎在民居附近做部署 都能够将附近见到一些威胁 将它打下来 主要可以打低空飞机 直升机 无人机等等 如果难捏得好 理率上导弹都有轻微的机会 都能够拦截得到 我们说到这个复仇者的系统 即我们叫做Short Range Air Defense 即短程防空的备备 其实在美国陆军来说 都是使用得相当久的经验 包括战争的考验 例如我们说波斯湾战争 曾经用过这一种车 去做短程防空 又或者之前在南斯拉夫 打了波斯尼亚战争 亦有部署支持北弱的行动 而它亦有进入阿富汗和伊拉克作战 我们说明它的工作原理 即复仇者发射了我们说的刺针 刺针可以透过直接撞击 去将一些飞行器和巡航导弹直接撞击 否则它亦有一个近诈的引讯 即是可以在目标附近时引爆 然后用碎片去击伤 例如我们说一些大范围攻击 例如一些小型的无人机等等 亦可以用这种方式摧毁对方的目标 现在新一代的捕仇者 例如我们说 装配在北弱的东部国家 例如罗马尼亚或布加利亚 现在有一队我们叫Striker 史吹卡 这个是装甲车 不像坎马这些比较薄切切的车 Striker 上面装了刺针 一模一样的样子 变成了火力、装甲等等 都是比现时我们看到 用Humber 这种更加强大 当然我们看到 因为它是车载的车举 所以如果可以把它放置在不同的地方 都是相当方便的 我们说轮式的好处就是 在都市里行走 你都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 以往他以前在911集击时的一周年 亦试过在五角大厦附近做一个部署 都可以为人执目 但你看到他的部署实在相当方便 在横街小巷你都可以看到他 在野战场地你又可以看到他 这也是轮式的好处 除了这个之外 其实各位议员亦很贴心 他们也提出了另外一种 我们叫做 C-RAM 其实C-RAM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其实是一个宿舍 C stands for counter 即是反反一种 counter三变形 counter rocket counter artillery counter motel 三变形 反火箭 反火炮 反逼击炮 所以你会看到 即是它對長中短的武器迫近也有辦法 我們稱之為C-RAM 它本身的設計根據2004年伊拉克的軍事行動作戰需求 當然要做防空 主要是在任何情況下緊迫開炮都可以 還有一個狹窄的空間和惡劣的條件下都能夠用到 俗稱為平靈正的情況 主要是要摧毀一些飛行中的目標 將它們攔截和摧毀 保護在基地附近的人員免受對方 火箭、火炮、迫擊炮的火力攻擊 其實大家看它的樣子有沒有像我們經常說的CIWS 即是近壁防空系統 有點像以前的航空母艦上 或者我們說的大型船艦 例如CG、DDG上 你看到陸管的火炮 向著攻擊 每分鐘射4500發 用起來當然相當方便 用一個機槍攔截 即是我們經常說用彈幕去擊落一些情況 在伊拉克和阿富汗 打擊一些當地叛亂的分子 打民兵 甚至乎打來襲的導彈、迫擊炮、無銀機 的襲擊來說都是相當不錯的 像美國海軍用那種CIWS系統都相當穩定 另外它本身有好幾種功能 包括我們說在戰場的感知 又是一個警報 如何做回復 攔截對方 做一個Command and Control 以及做一個Protection 所以好幾樣東西 我們都看到 就是CRAM有很多不同的功能 都能夠一次集成在這個系統裡 如果美國使用它 就不是單一使用這個CRAM 距離附近會再加一點 我們稱為Sensor 例如我們說 它會放一個輕型的反擊 反迫擊炮雷達 以及一個叫Q36 一個目標捕獲的雷達 可以將對方來之前定位跟蹤 然後排序如何攻擊 就可以將炮彈消滅 所以我們說可以有反火炮雷達 反迫擊炮雷達 固然是保護這個系統 CRAM是一個更好的保險 所以說起今次議員的提議 其實也是不錯的 因為這兩款武器 主要它們都可以放在車載的武器上面 所以都相當方便 可以讓烏克蘭的軍隊去到哪裏 就可以防空防到哪裏 當然如果要防禦民居來說 還是未太足夠 但如果要防禦軍事的設施 例如我們都說 俄羅斯現在以追打海馬斯為他們的第一戰略目標 少依谷都說明了 要打就打海馬斯 所以如果有這些防空系統的防禦 一定會好過沒有的情況 另外我們也說到之前 美國說會發送四套防空系統 過去的NASM 過去的烏克蘭 NASM是屬於一個桶有四飛 即是這種攔截型的飛彈 即是在廣佛地區上使用都可以 它攔截的保護範圍會大一點 主要的彈體就是大家熟悉的AIM-120 當然NASM最大的射程只有20英里 但都比剛才我們說的刺針更好 NASM的20英里 如果對應到20英里 前蘇聯武器來如Buk 這隻SA-11 就差不多 不過烏克蘭的SA-11 存量已經不多 所以如果有新的彈藥部級 補充其實都算不錯 NASM對保護民居這方面 可能優勢更加明顯 不過機動力相對不太好 而它打到的高度當然會高很多 例如我們說 它打到1000英尺 再低一點都可以 高可以打到50,000英尺都可以 雖然說 你打一些SOSA-5 SOSA-4 它不是下來讓你打 上面它都可以找到你 這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不過主要可以有其他SENSOR 可以配置到NASM 甚至我們說 剛才提到的復仇者 如果你配置到DATA給它 你能夠在前半月做給它 它都能夠幫你完成 這個SENSOR的後半月 就是鎖定攻擊 如果你的雷達之前鎖定 它可以繼續追蹤 提供DATA給它去攻擊 這也是美國產品最好的地方 即它們整套鏈 包括你雖然是不同系統 但用美軍系統 就能夠繼續用雷達 幫你追蹤目標 可以繼續攻擊 理論上可以無限延長射程 當然也要看最後彈體設計射程到多遠 但這就是我們經常俗稱的 駁上駁上駁 又或者是另一個文雅的 叫A射B度的情況 好了 我們最後也希望奧斯丁和Mark Milley 他們都真的有用心寧敬 而且都真的盡快想一想 烏克蘭現在在戰場上 需要用到什麼工具 可以盡快交給烏克蘭的手上 除了凱瑪斯 可能有一節都會說 我們覺得凱瑪斯要送多少套 去到烏克蘭才實際有效 我們其實心目中也有一個數字 希望美國這方面 可以逐批逐批 可能未必能夠一次過 但如果可以 就比較決定性 速度更加快 更加有計劃地 交給烏克蘭的盡快結束這場戰爭 否則到了冬天的來臨 也只會在美國和歐洲這方面的國家都受害 好 這一節就是我們說到 美國議員 現在加速想把烏克蘭的防空力量增強 避免更多平民無辜受害受傷 尤其是我們見到小朋友真的很不人心 好 大家記得支持我們 包括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 亦可以訂閱我們的Patreon每員頻道 課金亦可以透過Payme 轉數快 或者恒生銀行等等 另外海外網友可以透過PayPal支持我們 好 我們在其他世界防衛消息和晚間戰報 其他節目再和大家再見 拜拜